这鱼咋不吃呢 我尝尝 哎呦我X 这咱们还有毛这个 我吃 我不愿意 众所周知 来东北旅游一晚的项目就是 冰钓 前两天接到一个东北钓友集序 说这两天东北渔情暴躁 全是大鱼 我和雨泉连夜从广东飞来东北 但结果却不尽人意 钓友说不能让我们白来 今天去的地方 一定能钓到冰河巨雾 咱们今天去点远吗 稍微有点远 太特两个都要是 之前钓最大三四斤 上次钓了二条左右 走吧走吧 但是大豪来了 现在就不好吃了 怎么用我背着锅呢 这车这么爽啊 哪来的呀 这是凯迪拉克XD6 我们去的地方路比较难开 我就特意借了一台 赶紧走吧 到晚的鱼就不好钓了 终于到了 钓友说马上就要下大雪了 下雪冰钓可太爽了 来我们先卸东西 这就是手动冰钻 钓友说用电动的没有灵魂 手动的才带进 这里就是暖炉 别看室外零下20多度 室内一烤能淋上30度 钓大鱼就要用大鱼箱来装 这是隔热垫 我们待会儿就坐在这上面钓鱼 空间大吧 可以自由调整 经常跑户外 就要这种空间才香啊 去去 哇 哇 我回钓去了 钓友说虽然声音恐怖 但只是表面的碎冰钓 不用担心 你来选位是吧 对了 我脚下这了 开弓开弓 你能改造我上面的使劲吗 哈哈哈 钓友说今天温度太低 冰面太硬 所以不太好钻 这时旁边的大哥看不下去了 说这种天气还得是电钻靠谱 这样 呃 你自己坐 打回去不行 哈哈哈 你接着来吧 电钻也不行啊 这冰有点厚啊 这玩意怎么准备这 好像是炒冰 哦 进去了 噢水 噢噢 噢噢噢 进水 出水出水 噢噢鱼 啊 我们所有吃东西呢 全都放在帐篷外面 外面就是天然的大冰箱 直接扔外面就可以了 这外面的温度比冰箱里的还要低吧 当然了 是吧 在东北长温其实是比冰镇的要冷 是吧 东北的冰镇啤酒就是长温的 哈哈哈 完了 不许没这 冰尿不容易吃那不是丧失灵魂了吗 那肯定的 但附近买个吧 走吧 回到帐篷 得赶紧开吊了 现在是雨最活跃的时候 就拿这种小短杆 因为在帐篷里面空间不是很大 这杆子要短 然后把这个黑钮这么一推 它就开始下线了 拿这个小票待会一下去就可以拽了 这个视角好神秘啊 是吧 这你不知道点有啥 我的耳朵痛了 吃啊 出去刺探人家情报 哇塞 又三条了 我拿起来看一下吗 可以可以 还是软的 待会就冻住了 哈哈 好漂亮 哇 好漂亮啊 其他银和我们用的耳溜 腰法都一样 也不知道为啥 就我们帐篷没啥 看来只能耐心等等 嗯嗯嗯嗯 啊 这看也挺好吃 鱼不吃我吃 真吃啊 之前你们刷了个蜜袋 又吃这个的视频 我还挺好奇啥味 这跟残永一样 烤着吃应该能挺香 啊 烤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通风啊 嗯 哎呦 这上面还有毛呢 好香 它吃啥味 超级好吃 真的 超级好吃的 好吃啊 我不愿意 哎呦妈 哇 具好吃 烤了 四开烤几个 都来几个 哎呦妈 哪好吃 太香了 放一下 放一下 哇 嗯 味道太上头了 哇 脆甜脆甜的 哇 这个你看 流汁 那个烤红薯 烤到胃了 就流汁 都没有 都糖浆了 哈哈 不想生吃一个 不过分了 真的 这生吃真不行 生吃真的行 真不行 你们鸡饼现在真行 别生吃 我觉得还挺熟的 你 放在那儿不能生吃啊 哎尝一个 尝一下 你到底是个什么物种啊 你还欺货 哈哈哈 人家做不到啊 哈哈哈哈 中午鱼不开口了 开始冰掉最幸福 也是最重要的环节 哇塞 太香了 来之前觉得应该挺乏味 来自我感觉太安逸了 这还是冰掉快乐手袋了 真的没想到 太阳都快落山了 还是一条没有 哈哈哈哈 来回五个小时 掉一条 一条没掉着 丢了吗 没有 之前吃挺好 之前吃老家了 跑了二百多公里 过来吃个火锅 看来 嗯 别逼成这样 别闹着我 要下去瞅瞅 完了 一不小心又整风 一个钓友 有点